有人是頗文批評 不過有人則是用行動力挺小代 這是台灣唯一獲得了丹麥官方認證的 樂高大師黃燕智 他日夜趕工 在戴資穎回國之前 用六千顆的樂高拼出了 一幅戴資穎非常霸氣的 這個馬賽克圖 就是要送給戴資穎 感謝他在國際球團 讓台灣發光發熱 樂高達人黃燕智 用槌子仔細敲打 確認每一顆都穩穩貼牢 這幅戴資穎霸氣納喊的馬賽克圖 栩栩如生 黃燕智表示 當天看完比賽之後 就立刻有做圖送給戴資穎的想法 就還蠻像的啊 很像他銀球的表情 黃燕智用了六千顆樂高 花了六小時完成支浮屠 戴資穎為自己吶喊的神情相當生動 不過黃燕智笑著說 剛開始顏色沒對好 失敗了好幾次 做完之後看還好 但一拍照就覺得脖子肌肉線條 除了戴資穎 黃燕智也做了林陽佩 羽球奪金的勝利點 還有Q版的舉重金牌 郭姓淳為奧運代表隊加油 金牌 世界紀錄 其實黃燕智的本業是中醫師 同時也是台灣 唯一丹麥官方認證的樂高大師 這次戴資穎為我國奪得銀牌 黃燕智也透過球團聯繫 要把這幅巨型馬賽克圖送給戴資穎 感謝他在國際球台 讓世界看見台灣 黃燕智新聞 黃燕智 紅年輝 台中報導